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现在每个月都有房屋成交 站在路口的板凳上面对着民众不断拜托 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要民众看得不沙沙 原来是从事房众业的林先生想出来的宣传手法 模仿选战策略来做房众服 我入行大约快一年 那我大概从用这个方式之后 从大概七月份之后 这半年内我业绩就有超过一百万的业绩 摩托车插上买卖房屋消息的牌子 加装LED灯就像选战小蜜蜂跑遍大街小巷 不只这样他还可以穿上向候选人绣有名字的竞选外套 连发的文宣也有浓浓的选举味道 就靠这一招让他成为金牌房众 短短半年就卖出六栋房子进账百万元 我以前有帮别人选举过的经验 然后后来转到房众这一行 那房众这一行我们要怎么样尽量突出自己 然后行销自己 让一般的民众或客人可以印象深刻 不做明代助理快要一年了 他说其实服务买卖房子的民众 就像民意代表做选民服务 未来还会做棋子 推出政坛 努力经营 开创一条自己的人生路 年代新闻学家是赖文娘 台中报道